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光二十年 也就是公元1840年 在广州筹划抗敌的林则徐 接到道光皇帝九月初三日颁布的上语 上语中说林则徐邓廷真交部严加益处 罪名是物国并民办理不善 看到这八个字 林则徐干到五雷轰顶 特别是物国并民这四个字 深深刺痛了林则徐的心 他感到这几年舍出身家性命来严禁鸦片 不就是为了国家和黎民百姓吗 为什么会落得物国并民这样的罪名呢 那么一向对林则徐重用和宠信的道光皇帝 为什么要将如此严重的罪名强加于林则徐呢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马俊杰教授 继续解读林则徐独特的人生体验与人格魅力 和您一起走进林则徐 今天播出第九集 没有打完的战争 敬请关注 道光皇帝一向是非常宠信林则徐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他要给林则徐强加上一个物国并民的一个罪名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从英国发动清华战争开始说起 林则徐在广州大规模的禁言 实际上就使得英国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彻底瘫痪了 鸦片贸易瘫痪 是英国国内的一大批的政客 银行家 还有商人 鸦片走私船的船长 再加上鸦片贩子 都不能够再从鸦片走私当中 获取巨额的利润了 所以这些人呢 都不甘心 联名尚书 或者直接去拜业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巴脉孙 要求英国政府赶紧整理海军的力量 对中国进行开战 特别是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 大鸦片贩子查顿 外号铁头老鼠 他直接给英国的外交部写了一封长信 在这封长信当中 查顿就提出了一系列的 对中国开战的借口和措施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代表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的内阁会议 做出一个决定 就决定对中国进行开战 那么对中国开战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为了维护鸦片走私 鸦片贸易 所以这场发动的 他们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又叫鸦片战争 那么英国做出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定之后 就组成了一支军队 叫东方远征军 这支军队力量很强 陆军有四千人 海军的人数不用说了 光舰船就有四十八艘 战略舰十六艘 力量非常强大 1839年的十月 十月底十月初 在中国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一律 连续几次接到八脉尊的训令 训令的内容有三点 第一点 告诉义律 英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 是1840年的四月份 这是第一点训令 第二点 让义律赶紧去搜集情报 做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第三点 让义律在英国的东方远征军 到达中国之前 要利用海军的力量 先所谓的揍清政府一顿 然后再做解释 就是挑起事端 所以义律接到这些训令之后 欣喜若狂 就挑起了一系列的事端 就是上次节目 我们提到的一系列的事端 那么林则徐 在进行大规模的禁言的过程当中 他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正常贸易 采取了一个保护的态度 也就是说 对待贸易 它是区别对待的 分别开来 那么这种态度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道光皇帝却不理解 他根本就不知道 当时国际关系是如何的复杂 他在处理中庸关系的时候 非常简单 虎门消炎之后 道光皇帝非常高兴 他说销毁了鸦片 大功告成 鸦片贩子们就会复首称臣了 特别是林则徐 在广州取得了一系列的 反击英国挑衅的这些战斗的胜利 道光皇帝拿到战报以后 大呼扬眉吐气 他在给林则徐的圣旨当中 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我兵先后奋勇 大挫其风 该已等 自闭威慑投诚 欲求免死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军队 非常的拥勇 拥勇作战 大败敌军 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涉于我军的威力 这些侵略者呢 就该 副首投降了 在我们面前 要求免死 这是道光 对于英军 英国侵略者的一个认识 所以他就告诉林则徐和邓廷真 以后啊 处理中央关系 不要那么复杂 不要跟他进行谈判 八个字就可以解决问题 哪八个字呢 士兵威断绝贸易 实际上在这里啊 道光皇帝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 就是他误认为 通过士兵威 就可以遏制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他认为 只要英军害怕了 大规模的清华战争 就不可能爆发 所以对于林则徐 在广州的这些战争的戒备行动 他丝毫不关心 这是第一个错误 那么第二个错误 就是你断绝了所有的贸易 实际上就违背了当时我们中国开放的一个大的趋势 这是道光皇帝的两个错误 那么对于道光皇帝这种认识 林则徐并不认同 林则徐认为 在处理中庸关系上 我们要区别对待 比如说 对于打死我们的村民 林为喜的那些水兵 要让英方交出新手 严加制裁 对于那些不拒绝的鸦片贩子 一定要严厉的打击 实行封锁 断绝他们的供应 但是对于那些 愿意跟中国进行正常贸易的英国商人 要采取鼓励和保护的措施 这是林则徐的主张 林则徐试图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皇帝 说服皇帝 所以林则徐在奏折当中 他是这样说的 林则徐说 奉法者来之 抗法者去之 实至公无私之意 这个意思就是说 遵守中国法律的这些商人 我们可以欢迎让他来做买卖 抗拒或者违反中国法令的这些商人 我们一概排斥 一概驱逐 这才是公平合理的 但是道光皇帝 对林则徐的这样的看法和主张 坚决反对 不仅反对 而且还训斥林则徐 说林则徐 你这样做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于英国人 根本不需要什么交出新手 也不需要拒绝 从今往后 凡是英国的船只 一律 驱逐海口 多简单呢 这就是道光皇帝的主张 所以在这里 道光皇帝第一次 训斥了林则徐 在这之前没有过 公元1840年2月 英政府任命乔治义律 为侵华英军总司令 4月 英国议会就对华战争问题 展开了激烈辩论 最后以271票 对262票通过了侵华提案 6月 义律率领的东方远征军 包括40余艘船 即4000名陆军士兵的机动舰队 从印度出发 到达中国广东海面 应建封锁珠江海口 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英国的东方远征军 已经开到了中国 按照英军的作战计划 他要沿着中国的沿海 直到京津地区 给清政府施加压力 迫使清政府就范 但是在北上的过程当中 英军还要寻找一些 中国沿海的防御薄弱的环节 要发动进攻 到了广州之后 一看广东这个地方 是林泽徐负责防御 不过到了福建 邓厅真防御 也没法发动进攻 后来就到了浙江 到了浙江发现 浙江是一个清军防守 比较薄弱的地方 所以英国的舰队 才开到了浙江的定海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林泽徐感到事情危机了 就连续呼吁皇帝 赶紧进行战争动员 赶紧做好战争的准备 但是道光皇帝 依然满不在乎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帝说 死灯丑类 不过小事其尽 阻挠禁令 仍遇戒事受私 他何能为啊 意思就是说呀 这些侵略者们 就像小丑一样啊 雕虫小记 他这样做 不就是为了还想 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吗 他还能干什么呢 满不在乎 道光皇帝的态度 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呀 沿海防卫的这些官员们 见到皇帝这么自信 就认为战争不可能爆发呀 所以对沿海的防务 根本就不重视啊 比如说 浙江巡抚 乌尔公俄 这个乌尔公俄呢 他就感到 浙江的防卫 根本不需要加强 林泽徐 反复地给他发咨文 告诉他 英军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 乌尔公俄呢 表面上也说 我要做好防御 实际上 根本不动 当英国侵略军开到定海的时候 乌尔公俄 都没有战斗力 为什么呢 在这些防卫的部队当中 有一半是那些军官们用钱雇来的一些普通老百姓 雇的这些人当中都是什么人呢 有志工 所谓志工啊 就是平时梳头理发的这些人 还有修脚工 还有一些庸人 这些军官们 花三四十个银员 把他们雇来 雇来干什么 冒充军队 在街上巡逻 做样子 所以这样的军队 能有战斗力吗 所以当英军进入定海内港的时候 就连当时的浙江水师提督张朝发 也认为 英国船来干什么呢 张朝发说 一船被风吹来 很有之事 无足惊讶 他说英国船为什么开到我们定海来啊 它是被风吹过来的 没什么大不了 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 大家可以看看 糊涂到何等的地步啊 直到英军 给定海的县令 姚怀祥 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这个时候 姚怀祥和张朝发 才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一看坏了 战争迫在眉睫了 大难要临头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两个人呢 就商量怎么办 最后两个人 商量的结果是 只有战死 这两个人决定战死了 结果到了7月5号的下午 英军没有看到 防守清军有投降的迹象 就决定发动进攻 大家可以想象 这场进攻 是几乎没有抵抗力量的一场进攻 不到半天的时间啊 定海城内的清军 纷纷地溃逃 结果定海 很快就落入了 英军之手 英军占领定海 张朝发在出海作战的时候 战死了 姚怀祥呢 在定海失陷的时候 也自杀身亡 英军占领定海之后啊 开始了大肆的烧杀抢掠 那么这种烧杀抢掠 是整个定海的老百姓们 陷入到一个人间地狱当中 那么定海城失陷的这个消息啊 很快就传到了北京 道光皇帝知道了 他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大怒 但是当他弄清了情况之后 就开始产生了惊慌失措 开始害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朝廷当中 以前那些反对林则徐禁烟的官员们 就开始打造舆论了 开始造谣了 说什么呢 说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责任在林则徐 是由于林则徐禁烟引起来的 这时候沿海一带的这些都府们啊 也害怕英军的进攻 打到自己家门口 自己无法防御 所以也把责任推给了林则徐 并且呢 强烈的要求皇帝赶紧做出决定 与雍军进行议和 道光皇帝听了朝廷上下这些官员们的这些议论 他相信了 他也认为战争是由林则徐引起来的 所以道光皇帝在这个时候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议和 又开始议和了 为了达到议和的目的 皇帝采取了两种措施 第一种措施 他派出了协办大学士伊力部 赶紧赶到浙江去了解情况 特别要注意了解林则徐有什么错误 林则徐他的问题在哪里 要了解清楚 那么第二个措施 他就指示直理总督齐善 说什么呢 当英国万一打到天津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退兵 采取了这两种措施 果然不出道光皇帝的所料 英军在1840年的8月11日这一天 舰队就开到了天津港 开进了大国 那么当时英军的全权代表 叫乔治伊律 和他的堂弟叫查理伊律 他们率领着英军的主力 开进了大国口 乔治伊律一来到天津 向直理总督齐善 提出了两个条件 他说第一个条件 你赶紧派一个人 到我的军舰上来 要把英国外交大臣巴迈尊 给中国皇帝的信 要取回信 交给皇帝 第二个要求 允许英军上岸购买食物 当时的齐善不敢做主 自己不敢决定 立即上报皇帝 皇帝说可以 这两个条件都可以满足 于是齐善就派出了自己的亲信 叫白寒章 派出白寒章 就到了英国的军舰 叫威利施利号上 就接受了巴迈尊 给中国皇帝的一封信 把信取回来了 齐善拿着这封信 赶紧去报告皇帝 交给皇帝 实际上皇帝对于 巴迈尊的这封信的内容 并不感到惊奇 为什么 信当中无非就是想议和 想再次开通贸易 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他对于齐善 过度的夸大英军的船舰炮利 却大为震惊 皇帝震惊了 齐善说了什么 齐善夸大了英军的作战力量 齐善告诉皇帝 他说英国军舰不得了 每一艘军舰上 七八千斤的大炮 都有三四百门 力量太强了 实际上 英国当时最大的军舰 威尼士尼号上 他的大炮的数量 也只不过74门 哪有那么多的大炮 但是皇帝不知道 他一听到这个信息之后 头皮都发麻了 所以更加痛恨林则徐 听完了这个消息以后 道光皇帝当即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这个决定 就是重置林则徐 替英国人申冤 然后来换取英国的退兵 那么齐善有了皇帝的授意之后 齐善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采取了两个措施 第一个措施 就是派人给这些英国侵略军 送去了很多的慰问品 第二个措施 齐善亲自登上了英国的军舰 和查理义徐进行谈判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齐善就告诉义徐 道光皇帝 已经做出了重置林则徐的决定了 为你们申冤 来讨好他 无论是乔治义徐 还是查理义徐 他们看到道光皇帝 和齐善的态度 与林则徐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感到 可以退兵了 其实啊 英国想退兵 不仅仅是因为 道光皇帝和齐善的态度 所谓的和善 也不是单单的因为 道光皇帝做出了处置林则徐的决定 而是另有隐情啊 什么隐情呢 我们在看档案史料的时候发现 这个时候的英军 他有困难 作战有困难 首先 当时已经是九月份了 北方的天气开始变冷了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英军当中有一种流行病 很多的官兵都病了 他们认为这个时候作战不合适 所以就做出了退兵的决定了 1840年的九月十五日 英国舰队启定南下 又到广州去了 道光皇帝一看 英军退兵了 非常高兴啊 对齐善是大加赞赏 当时就任命为齐善为钦差大臣 让齐善到广州跟英军进行谈判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也赶巧了 林则徐的一封奏折 到达了道光皇帝的手里 林则徐在奏折当中 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他说我正准备寻找时机出海 对英军进行搅拌 就是跟英军进行作战啊 这封奏折说明 道光皇帝态度的变化 以及齐善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林则徐是一无所知 他根本就不知道 等道光皇帝看到林则徐的 这封奏折的时候 大怒 非常愤怒 半个月以后 道光皇帝就降下预指 把林则徐邓平真 搁置查办 给林则徐定了八个字的罪名 勿国并民 办理不善 那么就这样 一心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 欧兴利穴 进行筹划抗敌的林则徐 他所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广东的这个抗敌的大好的局面 就毁在了一个不明势力的皇帝 和一群苟且通安的大臣们手里 道光皇帝任命齐善为钦差大臣 赶到广州和义徐进行谈判 齐善到了广州之后 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撤防 什么叫撤防啊 就是把一些 重要的海口的一些 部署好的兵力 大量的撤走 把林则徐招募的很多的水泳 几千名水泳全部解散 嵌散回家了 甚至还把林则徐 为了防止英国军舰进入珠江口 而在水下打的暗装 都给彻底拔除了 做得非常的过分啊 第二件事 就是献媚 所谓的献媚啊 就是还是老一套 给英军送去大量的慰问品 可是令齐善没有想到的是 义律所提出来的谈判的条件 是非常苛刻的 义律主要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个是赔款 一个是让地 赔款 就是赔偿战争的损失 所谓的战争损失啊 那么关于这一点 其实经过双方的讨论啊 最终达成一个协议 清州府赔偿英军多少钱呢 是六百万银元 这个可以达成协议 但是让地 却是不能够让齐善接受的 什么叫让地啊 就是要让出一块地方来 供英国人积居 作为居住的地方 这是动用老祖宗的土地啊 齐善 不敢擅自做主 但他也不敢向皇帝报告啊 怎么办呢 他就采取了一个拖延的战术 我拖着你 结果在拖延的过程当中 一律发现齐善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 就决定发动进攻 这就是1841年的1月7日 英军组织了1400人 发动了对虎门的进攻 首先进攻的是虎门的外围的炮台 防守虎门外围炮台 杀脚炮台 大脚炮台的清军啊 作战非常的应用 尽管人数不多啊 作战非常应用 战斗打的是非常的惨烈 其中防守杀脚炮台的是副将陈连生 他率领着600名清军 英勇抗敌 在作战当中啊 陈连生胸部动弹 身上还有很多的刀伤 最后壮烈的牺牲了 陈连生的儿子陈长鹏 继承他父亲的遗愿继续作战 率领清兵继续作战 身上也是多处中了刀伤 依然作战不止 最后被佣军抛开了腹部 也是壮烈的勋国了 那么这样英军就占领了 虎盟外围的炮台 像大脚杀脚炮台 落入英军之手啊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齐善害怕了 赶紧跟伊律进行谈判 说让地的问题我答应 决定把香港让给英军 作为英国人居住的地方 齐善擅自于义律谈判的消息 传到北京 道光皇帝大为震怒 他严厉斥责齐善 办事不力 御令拒绝英方的一切要求 而且下旨 让林则徐邓廷真携办一物 也就是说 道光皇帝在这个时候 又想开战了 那么重新被启用的林则徐 面对咄咄逼人的英军 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那么林则徐自从被 罢免了职务之后啊 心情非常的郁闷 特别是齐善到了广州之后 他的所作所为啊 还有陈联生父子的壮烈的寻国 让林则徐啊 非常的悲愤 所以他关门不出 但是当林则徐接到 让他出来 携办一物的圣旨以后啊 林则徐还是出善了 出来之后啊 林则徐第一件事 就是给齐善提建议 他一共提了三条建议 这三条建议就是 寻找机会 偷袭英传 鼓务民心 发动群众 雇佣民传 天补要爱 总而言之 一句话 就是要发动群众 准备作战 但是尽管遭到了 皇帝的严厉的训斥 齐善 依然没有作战的想法 所以对林则徐提出来的建议 根本是置之不理啊 置之不理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佣军的进攻 依然没有停止啊 占领了大脚和沙脚 这些外围炮台之后 1841年的2月25日 英军18艘船 进一步的伸入虎门 发动对虎门内海炮台的进攻 第二天的呼响 战斗就大响 在上洪荡岛 岛上的守军不多 两三百名守军 全部壮烈的军国了 在下洪荡岛 战斗打得也非常的激烈 那么有十几个清军 不愿做英军的俘虏 集体跳井自杀 迅接了 那么在其他炮台 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 和游击麦亭章 率领了清军 在镇远 威远和镇远这些炮台上 与英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作战打得非常的惨烈 其中有八门大炮 因为发射炮弹过多 整个炮管都发红了 最后炸裂了 下午两点 英军在箭炮的配合之下 攻陷了这些炮台 关天培在激烈的战斗当中 身负重伤 他的胸部 头部和腿部都受了伤 那么最后壮烈的巡果了 关天培屹立在阵地之上 双目紧闭 手持大刀 依然屹立不动 攻上炮台的英军 被这个场景吓得扑倒在地 那么这样 英军就占领了虎门 虎门陷落之后 整个广州城 就暴露在了英军的炮火之下 这个信息传到北京之后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道光皇帝决定把齐善撤职 抄家 然后交刑部 严刑询问 同时呢 又派出了参赞杨芳 和精益将军夷山 来接替齐善 在广州 处理广州的军务 杨芳啊 他是一名老将 当时已经七十岁 他的岁数尽管很大 但是呢 他从今是林则徐的部下 当年林则徐 在担任胡广总督的时候 这个杨芳 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呢 担任的是 湖南镇 甘镇的总兵 在林则徐的领导之下 那么这一次 他作为参赞大臣 到广州处理军务 林则徐非常高兴 两个人很熟悉啊 广东的老百姓 对于洋方的到来 也抱有期望 大家都认为啊 那么这两老战友两个人 如果连起手来抗敌的话 广东一定会出现一个 好的抗敌的局面 所以当杨芳到达广州的时候 广州的百姓 欢呼不已啊 可是呢 杨芳到了广州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让林则徐是大失所望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杨芳到了广州之后 听说 怎么在清军和英军 交战的过程当中 清军的大炮 打不着英军 而英军的大炮呢 就能够打准清军 这是怎么回事 杨芳就判断了 他说啊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他说可能在英国的军队当中 有邪教 有懂得邪教的人 失了法术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呢 首先要驱邪 这不荒唐吗 林则徐看到这一点 就开始有些失望了 杨芳怎么会这么做呢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啊 查理一律 发现皇帝啊 派了一个参赞大臣 来代替 齐善 跟英军进行交涉 一律就说了 我得给这个参赞大人 一点面子 于是 就宣布 暂时停战 林则徐看到英军停战了 林则徐判断 这是一个好机会 什么好机会 是做好战争准备的好机会 他立刻就给杨芳 提了这样的建议 重开中英贸易 抓紧部署兵力 也就是说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林则徐希望杨芳 能够正常的 跟英军进行谈判 重开贸易 同时还要做好战争的准备 杨芳呢 不仅没有利用 这宝贵的停战时间 来筹划军事 反而呢 无所事事 根本不听林则徐的建议 在广州干什么呢 便收钟表 他喜欢钟表 大量的收购钟表 还有一些洋货 再就是循环作乐 把宝贵的停战时间 全都浪费了 林则徐一看这种情况 对杨芳彻底失望了 又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 寄托在 还有一个精益将军 宜山身上 所以林则徐 第三个建议 是给宜山的建议 1841年的4月14日 宜山又来到了广州 他怎么来到广州呢 一路上是游山玩水啊 走了很长的时间 到了广州 一到广州 林则徐一口气 给宜山就提了六条建议 这六条建议是 也就是说林则徐 对宜山还寄予期望 但是呢 宜山来到广州 他根本就没有作战的想法 他是来议和的 对于林则徐的这些抗战的主张 又一次置之不理啊 那么就是这样 林则徐满怀着抗敌暴国的热情 一次一次的建言献策 都被置之不理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林则徐就一筹莫展了 没有办法了 他极度的失望啊 正当他极度失望的时候啊 道光皇帝的又一道圣旨 是林则徐又看到了一些希望 那么道光的圣旨说的什么呢 道光在圣旨当中 命令林则徐赶赴浙江筹办军务 这是林则徐期盼已久的 我在广州没法开展工作 我到浙江去抗敌也是一样的 那么林则徐到浙江抗敌的愿望 能不能实现呢 我们下期再见